全城口罩缺货 排队都不一定买得到 就算有都不便宜 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 舞台剧介人阿周 就决定和朋友赶工 车防水布口罩 送给基层和前线的医护 我们整班朋友 之前已经订了一大批口罩 送给身边的人和基层的人 再订第二批的时候有问题 想想想不要在意待跪 在网上见到有自制布口罩 觉得都可以 我们就在网上学了之后 不如大家就一起来做 活动发行人Jessie 负责口罩布料的首扣 看YouTube就觉得很简单 但因为我看到很多版本 所以在这掙扎究竟谁适合 所以我去了一个叫布棚 深水域那里 所以以我一个面爱看来说 我就逐个问 听一听一听 解人家要这一批 就是这样的过程 慢慢摸上出来的就是 平时剧团排气的地方 这几天就变成了 车口罩的临时工厂 大家分工合作 密密手做足成日 第一天我们用了几个小时 去研究整个口罩是怎样做 究竟舒不舒服 大小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时间 也不够熟手车的人 所以生产量都很限量很慢 暂时来说我们希望在这几天 这三四天 希望做到大约400个出来 我们做了三款 这个是女装版的 有一个男装版大一点 还有一个小一点的 小孩子版的 三浸在这里 中间也有个洞 就是我们想着 当真的很不够口罩的时候 就将一个外科口罩 切开两份 把它放进去 然后戴上去 每天就拿回外科口罩出来 然后轻轻清洗它 浪干它 外科口罩就可以 叫做重用多些次数 希望可以减少对外科口罩的容量 有网友听到这次活动 还特意过来帮忙 因为看了Facebook的呼吁 然后就问了他们 他们还需要人 所以就自己带来医生来帮忙 我是将两边的边的边包一边 包一边之后 车好了之后 他们就可以联系一条杖筋 应该就完成了 读书的时候 上过家庭科的时上 但是都跟他说了 我不是一个车手 但是我见很多 应该有很多杂粹的工作 应该可以做 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认为 暂时都是剪剪头 但是我还可以做了一个工作吗? 我认为有很多杂粹的工作 我想二、三十个左右 我们主力很想送给前线的医护 因为我们觉得他为香港人做了很多事 我们很希望跟他打气 这个口罩当然不是给他上班用 不是给他在医院里面用 是给他在上班和下班的途中使用 另外如果可以多的话 我们也希望做一批送给基层 就算在上班戏中 你再继续一张 我们就继续一张 就是要做的 但是我们有10个人 那是要做的 我们在上班战 你也没有做的 那如果没有想对 我觉得 我们下班战 那我们